當然你可能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智商矛盾 上次那一講 你又叫人去停止一個邪惡 但你自己可能又會有邪惡 但同時你又說不要比 我想整體的核心思想就是 你去停止邪惡 但同時反思自己不會製造更大的邪惡 如果你可能有一些不是最正義的行為的時候 不代表你可以無視邪惡的存在 然後不去 叫雙手什麼都不理 這是一個關鍵點 今次去荷蘭買了三本書 第一本當然是安尼日記 之前Mini也看過中文版 我自己也沒看過 今次買了回來可以看的 第二本呢 就是去比利市的時候 講朱古力的歷史 都頗特別 可以看看一些食物的歷史 當然他通常看這些歷史 通常他會真是MAKE IT UP MAKE IT UP的意思 不是代表他假的歷史 而是他通常會說到某一件事 超級歷史悠久 當他講了這麼多歷史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令到你吃朱古力的時候 或者吃某一件食物的時候 覺得更加好吃 which is may not 是對的 會變得很subjective 人本來就是這樣 例如賣任何蠔油 或者是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他講一段歷史給你聽 或者你買不同的產品 講完歷史之後 你會覺得更加印象深刻 你對他的感情和接觸感 又會高一點 這個未必是真的 即是我不真的意思是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我去Kinderger 就是那個水鄉有19個封車 買了一本書 就是講荷蘭的水利建設的傳統 本來打算買一本厚一點的 但先讀一下基本上 然後再用 這個整體來說 就是我是荷蘭的收穫 本來打算買一本 關於荷蘭黃金時代 和海軍戰爭的書 但是呢 他在博物館裡的那本書 差不多四五十元 太貴了 我看看Amazon有沒有 比較便宜的 才再買 就是這麼多書 謝謝大家聽我的分享